你好,《财经揭露》 第三节 刚才讲关于石油的东西 是,因为今期我们的主角是石油 那我又讲一下石油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有幅图 就是说石油跌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究竟蒸馏水便宜些,可乐便宜些 还是,触借水比石油更便宜呢? 这个图在大陆那边 真的流传广泛 我看很多篇文章,很多篇都可以看 他告诉你原油197元,刚跌到 30元美金来说 是 是 他说抗产水都357元人民币 可乐就840元 如果是一桶 同一份额的原油 那牛奶就1653元 茅团的食情48万 是 你看到现在呢 如果原油竟然比抗产水便宜 已经去到几反常下了 是 那所以 有时候世间上的匪如所思 我看到另一幅图 一个伟大的理论 叫做 Herbert's Curve 是 这个图 这个图 有时候呢 有很多的 是 是 是 石油是有限资源 OK 而石油本身 不要以为 是 我转下去 那里是有石油的 那石油 噴噴地传出来 那就OK的了 其实不是的 有很多技术 也有一样东西 就是 当石油开发了一半之后 出来的石油 就很多问题了 而油价呢 所以 在那些油井里面 就要更贵的价钱 才可以开采到 所以 最终告诉你 石油是有限资源 这个就叫做 Herbert's Curve 所以呢 根据 当时那幅图 这幅图 其实这幅图 是我 我刚刚在网上那里 上来的 那 看到石油的产量 就在2007年 2008年的时候 就是会见顶的全球 那之后呢 就会 回落的了 那 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来说 就应该来说 石油呢 最 最 after 就是经过了2007年之后 石油的价值 应该是直线上升 因为呢 地球上面 关于原油的东西 关于石油 的产量应该是向下的 那可能呢 有些网友会跟我说 因为现在科学发达啊 什么什么 所以 石油不是多了 那我可以跟你说 就是在我2000年那时候 学这个 怎样 投资commodity的时候 那本书 上面 已经 教我们是有new energy 是有液癌气这件事的 也都有呢 各样的新的科技 能够呢 生产能源 包括一些很干净的方法 啊 就是 在 就是 一些科学方法 例如 不用油啦 用用用用用用用 在水里面分解 H2O出来 那些氢啊 氧啊 出来啦 那之后呢 就是去做这个能源 那样 今天说的东西 在2000年那时候 已经有了 所以我会觉得 不存在什么生育科学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知的 那时候的入行器 都是在说 六七十元一桶的 液癌气那些 OK 好了 那我们看回 那幅图了 那幅石油的图 麻烦了 何志光 你等一会 是 石油的图 是 WTI 是 是 没错 在这里 出来了 我现在在找着 是 这张图 就是1998年到现在的 OK 嗯 那你现在看到 二十多元 基本上 是这十多年来的低位 来的 除非去到2003年那边 OK 那如果你根据 Herbert Wills 他说 2007年油价见顶呢 那 2008年真的油价由 2007年的50元 去到147元 这个超高 就是 那一济 油价真的炒得很大 真的非常之大 啊 那 2009年呢 就一夜 一年之内 就 147元 跌到去 33元 OK 那 之后就一直都没有上过147元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件事就是 若果 真是有这个 刚才的Herbert Kerf出现 而有的生产真的会见顶的 为什么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升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升 今天 还要报告 28元 是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呢 如果我真的相信 当时 这个Herbert Herbert Kerf 很多人都 2007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讲这件事 油产见顶 很多人都讲的 将来不够有用 那些 甚至上年你加成的信价 要不然他就 不会在Kerf 那里买这个 Hesky Oil 聪明到他这样 都中了 现在停产了 我想他真的 都不用搞了 现在 就是 我想说这件事 就是 非常之荒唐 以及非常之讽刺的事情 那究竟 就是 发生什么事呢 是不是Herbert Kerf有问题呢 还是 后面有心人 就是我阴谋论些 找个科学家的理论 捧红句 然后就说 Herbert Kerf很正啊 真的 油产真的不够的 所以 在2007年的时候 炒高油价 炒到上飞天 然后 847 下来 小弟 有这样的因缘祭会 认识到 一些油公司的科学家 跟他们同台吃饭 OK 很多年的交往 是的 是的 那 他们的行业 很有趣 就是说可以有的 很有趣的 找他们开会 是要上转油台 那里 要坐直升机的 那他们出来 吃饭 或者回家 都是要通过直升机的 过不过人 那这班人 就是 我跟他们交往 其实很多都是博士级的人 OK 他们做的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很过人的 就是我们平常人 是不会想到的 就是 例如他要设计一些 机械人的东西 去潜入 那个 油 那个洞 那里 然后去到 好三 要量度 那些科学的 一些的数据 例如 例如 这个温度 例如 油有多浓 里面有些什么 那些 而落到油 他又不能够 用正常的 溝通的方式 例如 整个无线电上来 因为这些无线电是通过不了油的 他们说 要用其他很特别的方法 那些人 做油的人 就是这么坚强的 那 其实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 其实油公司好 矿物公司好 黄金公司好 都是对我干志余来说 一个小市民来说 是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你告诉我 那个矿那里 或者那个油那里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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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的矿 在里面 有多少吨的黄金 在里面 是他说的 我是没有办法 引证到的 即不同我去 买 Amazon的股票 我去上上面那里看 知道Amazon 怎样做生意 我去上上面那里看 或者是去上上面那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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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去上桌 或者是去上桌 去上桌 看看香港 九龙 新界 大陆有多少个分行 他怎么做生意 我看到 但是 油 黄金 这些Minding的公司 难道我真的 要他带我去 去他那个抗动那里看 是吧 所以 大家不要太过认真 对这些东西 即他们说的东西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或者他是科学家 给什么数据给我看 我看完之后 都是一笑 因为太高深了 其实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其实就是 好了 我们跟着看下去了 嗯 那个油 今天 那个价 就真的是多年来的低位了 现在这个图就显示给你曾经跌穿过30元的 不过呢 现在这一刻呢 应该就30元以上了 但是呢 他没有大反弹穿过35元 那其实形势也不是太好 是吧 那究竟他值不值是否很便宜的呢 我刚才说过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大家要 例如我和何时光下去玩的 那我都是觉得一场政治拆局 你看得通政治环境 究竟沙特阿尼巴想怎样 俄罗斯想怎样 美国想怎样 大家教力 OK 结果是怎样 啊 就影响到这个油价的走势 看得通的 不是找少少走去 就是 就是 好像我那样 找少少走去试试咯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看得很通呢 真的很清楚呢 我不敢说 因为实在是 呃 有这些 背后呢 是有很多的 就是政治角力在里面 咯 是啊 那他们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势力 咯 就是在美国这些石油箱 根本就是一股政治势力 基本上就是 控制 呃 共和党 那样的 起码有一大部分是他控制了 另一边就是军火箱 和那些 其实那些军火箱 包括波音 啊 那还有那些本地生产商 那些工业商 那这些是主流 啊 那你见过共和党的盘 有这么大份是石油的 那当然 他们 有他 也有他的对家啦 他的对家不一定只是国内的民主党啊 那可能 你中国啊 俄罗斯都是他的对家 那究竟怎么玩呢 那我们 有时候的东西我们平民百姓 就知道有限了 真 这个是事实的 没错没错 他怎么斗啊 里面的东西 恩怨情愁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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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拍剧呢 我想就挺好看的 哈哈哈 但是如果要参逗他的走势 就招到头发都白了 是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投资工具的 想不通就可以不用想的 想其他 这个图 大家看到就是 2008年9月15号出了事啦 金融海啸引爆了之后 他就跌到最低33个半啦 是 那时候就是一次很恐怖的跌幅啦 当然 那时候记得 那时候记得 2008年 2008年尾 2009年初 我们看到 跌到 真的 阿妈都不认得啦 上一次 原来呢 原来呢 06年初的油价去到最低啦 因为低到一个地步呢 俄罗斯就顶不住 就派军队呢 就去了敘利亚啦 就是 2015年的 … 9月30号去决定 跟着那些军队去的啦 那时候 那时候继续跌 跌跌下呢 一打到乱了 那些油价就逐步升回 那现在呢 油价突然间又见到一个这样的位置呢 就是代表着呢 那时候我记得16年的年初呢 是一个 可以说是强美猿最惨烈的时候 是 也都真的逼到 除了俄罗斯派军队打仗呢 就是 2016年的1月呢 就 金正恩呢 就放核突 就用核试啦 那年是有两次核试的 就是说呢 大家对这个油价那么低呢 有很强烈的抗拒 在中俄和朝鲜 就是朝鲜这些阵营 还有其实 他们一家四口啦 还有伊朗 那样 中俄伊潮 那样 四边都是 很活跃的 那一年来说 在军事上 那现在又来一个呢 那么特别的大跌市 究竟 世界局势变了什么呢 我们其实 不是百分百掌握到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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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喂 以上不是投资意见啊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好啊 好啊 拜拜 等一会儿 拜拜